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功国中校长不是只有一位 而是有六位 您没听错 六位校长在同一间学校携手合作 为学生们带来最好的教育 首先为您介绍成功国中校长张志明 拥有七张教师证 专长是数学 一样教数学的还有后用校长方志良 总务行政领域一把照 另外拥有阳光肤色的后用校长林佐吉 专长体育 拥有原住民族的血统 还有两位后用校长 分别是王杰贤和庄贝奇 自然领域专长 鼓励学生们探索科学世界 六位校长中最特别的是这位来自菲律宾的高中校长Ben 所教育学生们是学生需要区的世界上通过语语语语语语语 我非常幸福那位在庄贤中科学中的封冠高中学校 因为我们的学生们是非常非常好和良好 他们是容易教学的 在学校中有很多后用校长 应该是吉隆市有史以来 后用校长最多的 我也预祝我们这么多的后用校长 将来有机会 能够找到适合他们的一个学校 六位校长在同一间学校 史上首见 祝福后用校长们心想事成 为学生带来最好的教育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另外再带您来看 科学展览会在五堵国小盛大举行颁奖典礼 市长谢国良亲自颁发奖状给获奖的学校 鼓励师生探讨科学 用于实践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次基隆各校参与科展的情况非常踊跃 一共有106件参展作品 包括国小组57件及国中组49件 最后选出9所学校有12件的特优作品 代表本市参加全国科展 颁奖典礼上贵宾云集 共同来为这些小科学家加油打气 感谢指导老师们长期投入 启发学生的观察思考与执行能力 非常荣幸跟开心可以来参加我们今年的科学展览颁奖典礼 我有看到今年的研究主题非常多元 在生物科有看到同学研究蜘蛛跟螃蟹的习性 物理科探讨浮球的稳定性跟羽毛球拍的一个中心甜蜜点 参赛最多的生活跟应用科学 就是有发展视力矫正神器 还有云端集点兑换等食用小物 这每一个研究主题都是有很有价值而且很有创意 在这边我想请我们赞赏所有的贵宾 给这些同学们一个热烈的鼓励给他们讲理一下 好不好 你们在这一次创作当中学习到说 怎么样是学习到所谓的那个思考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也知道了解到说 这个团队的一个团队的一个精神的重要性 那修议来在这边也期许 我们各位同学 也希望未来你们要多多收取一些资料 然后集体创作 了解到说我们这个 整个就是说 这个学习过程的一个重要性 那也感谢以前带过的东国一起 参与之后活动的一个学生的 家长的还有我们的团队 所以第二个感谢 我要感谢的是我们中正国中的这个我们的团队 说真的 你看这些在座的到这边都是我们中正国中 那其实我84年进到这个学校 要菜鸟一个学校就叫我说你要指导科长 因为你最年轻最有冲劲 那我就知道了 那回来之后呢 接着退伍回来 那也是跟着这个 因为有团队的一个互相的一个tug 互相的 还有我们学生非常认真的参与这种活动 所以让我一个舞台 其实存在记忆需要 如果不要学生认真想要学 那我们去发挥有没有用 因为这是一个学生比赛的舞台 第三个感谢 是我要感谢 为什么我会持续了二十几年 我要感谢我们的神伴 另外谢果良市长也特别针对近日的校园狼狮案 表达严重关切无法容忍 并强调要想尽办法 让类似的事件不能再发生 影响校园安全 那就这一点 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抱歉 我们要先一举功跟大家致歉 所以我觉得作为我们未来 学校的一个主管机关 跟一个管理机关 我觉得未来我们要更努力 是不是可以请我们教育处流处长 可能针对于学校的一个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来开一个专案的会议 能够要很清楚的 未来更实际更迅速的掌握 学生们的一个学习的状况 市长谢果良强调 他也是学生的家长 特别关心基隆的教育环境 希望结合一切力量 让学生在校园能够好好的学习成长 记者黄志生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传出某高中老师 对16岁女学生上下棋手等不轨行为 是一会非常的重视 声援许瑞茨分享她学生时期 也遇过类似被老师不当行为性骚对待的情况 特地直询教育处长刘美兰 该如何处理 基隆市传出某高中学校老师 假借放学对16岁女学生补习时 却上下棋手不轨的行为 基隆市议会非常重视这件事 而学生时期也遇过类似被老师不当行为 性骚对待情况的市议员许瑞茨 也特地质询市政府教育处长刘美兰 该如何处理 出现色狼教师滥用职权 大胆利用课后辅导的时间 对学生上下棋手 并且还说出好想趴在你身上 这种性骚扰的言语 学生对于市长的一个尊重呢 不敢拒绝 对于道德败坏的一个老师 教育处你有没有什么样一个防范的一个机制 教育处长刘美兰答讯师表示 因为事件发生在国立高中 依据校园性别事件管辖全责分工 国立及私立学校属于教育部 国民及学前教育署管辖 会依照相关法令紧述处置 事件发生的是在国立学校 但是事实上每一个学校里面 尤其我们现在性贫案件 没有黑数的状态 就是只要发觉知悉 24小时之内你都必须通报 尤其是如果师对生的话 那就是属于公益的事件 就是不管如何 疑似你也得报 报完了之后 或许我们会去做相关的调查 那这个要让现场的学生 如何懂得保护自己 也要让那个学生愿意去请诉 所以这个区块里面 我们在性别平等教育的部分 的一个整个流程 我们都有完整的规划 而对于这件事情 议长童子伟和市议员许瑞茨也提出建议 希望市政府教育处引以为鉴 检讨现行做法 判类事事件不再发生 从免疫机关的这个角度来看 性评教育平等法为什么实施那么久 然后这个问题陈述不穷 其实我在议员论内也接受过相关的陈情 我想第一个问题是我发现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你学校组织性评会 是官员调查官员 那这个有没有公平性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你有通报的机制 那有没有报警的机制 既然是性骚扰或等等相关的事件 有没有报警的机制 有没有施法案件的处理 所以流程又那么繁琐 所以我想不管是各级单位 应该是要用一个自然 然后开放的态度 我觉得是最好的危机处理 所以我想请教育处有 就相关的问题再做一次流程的检讨 那在学生这方面受到性骚扰 有时候其实真的不太敢表达 因为对象是老师 基于尊重基于信任 其实有时候都默默的 把这个委屈吞下去 因为学生受到性骚扰 其实有时候真的不太敢表达 所以我希望学校针对老师的这一端 能够加强道德的训练之外 对于学生的一个健康教育 像是性骚扰的一个教育 这样的一个课程的实数 希望是不要被锁减 市议员郭美秀多年来 一直在推动机车考照免费练习场地 获得市议员林敏勋、林沛祥、 吕美玲、张耿辉和韩世玉 等五位议员的支持一起合资 在中正公园18罗汉洞 请专人划设标准线 议员的共同支持 一起合资在中正公园18罗汉洞 适当的场地 请专人划设标准 很安全的一个练习场 让我们相信使用 所以今天我邀约我们各区的议员 集资来画一个正确又安全的练习场 给民众辨明 获得国民党提名参选 2024立委选举的林沛祥也强调 如果有幸进入国会 一定会积极来协调相关单位 推动这件事 让各区民众考机车驾照更方便 在未来的10到15年之间 恐怕机车还是我们基隆人 最常用的通勤方式 所以说如何让我们的好朋友 在刚刚开始学习机车的时候 就一次到位 能够在观念跟他们驾驶的方式上面 能够尽量遵守法规 尽量安全 不只保护自己 也保护路上的行人 我认为这是中央政府 跟地方政府一起要通力合作的地方 那在未来佩祥如果有机会到国会的时候 也会大力跟监理站跟交通部 建训他们拨用资源 跟地方政府 跟我们市政府合作 跟我们市议会合作 找寻良好的场地 然后一次性的 把我们这些机车考照的场地 把它整理好 让我们在未来的机车用路人 能够安全 而且守法的使用机车 一起推动设置机车考照练习场地的 六位市议员都只有一个初衷 就是为民服务 国民党金融市立委 党内初选已经结束四天 在初选中失利 成绩好几天的金融市议员何淑平表示 初选结果虽然出炉 但是选举过程中支持者发现 有影响他选举结果的争议问题 以及没有公布民调 导致有黑箱作业的传闻 何淑平喊话市党部 应该要赶快把事实严正对外公布 在初选中失利 成绩好几天的金融市议员何淑平 拿着支持者在各种社群中 截录到影响他选举结果 和提前公布结果的讯息 表示 初选结果虽然出炉 但是选举过程中 支持者发现有影响到 他选举的争议问题 以及没有公布民调 导致有黑箱作业的传闻 和有人没有遵守共事 自行提早公布初选结果 何淑平喊话 国民党集中市党部 应该要尽快处理 把事实严正对外公布 才能真正团结 迎战2024的大选 国民党立法委员 电话民调初选之前 我们之前有协议 就是说 初选之前不能有攻击对方 然后选后 由市党部5月15号 统一对外公布民调 但是很遗憾 就是在民调期间 坊间就流传了一些口语 甚至在这个社群 网路平台上面 散播一些消息 让影响这个赎品的民调 让赎品以些微的差距落后 那在这里我也要请市党部 应该针对这些 大家对国民党的质疑 甚至还有人 我接到太多电话说 你们不敢公布民调 是不是国民党黑箱作业 那请我的对手 以及这个市党部 能够出来面对 然后就是把事实来严正的跟对外公布 那也希望党部能够就是对外的来公布这个民调 那其实赎品跟对手的这个差距其实是不大 是在个位数以内 所以说希望这个不要造成模糊的空间 让对方有见风插阵的机会 那我们必须营造党的团结 为2024年打一场胜仗 对于何淑萍提出的选举争议和质疑 国民党基同市党部主委吴国胜强调 党部非常重视 这两天就会找参加初选的何淑萍 和林沛祥两位同志到市党部沟通 包括民调数据要不要公布 关于何淑萍同志提了两个问题 党部非常的重视 近两日就会找初选两位同志 林沛祥跟何淑萍来党部沟通 那么至于民调的数字要不要公布 我们也会在这个会议里面 来充分讨论来做最后的决定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Mu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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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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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有豐富場館資源 兼具人文及自然風景 想透過您不同的視角 表現出來 海科館邀請大朋友小朋友 一起透過手機鏡頭 分享你的創作 釋放心中獨特的創意與想像力 還在等什麼 快來參加 基隆慈雲寺整年度的重要慶典 包括了元宵節藝文活動 文昌君聖誕 觀世音菩薩聖誕 玉佛節及祭孔大典等 無不吸引眾多信眾前來 慈雲寺對於重要慶典 祭祭活動及社會服務 總是不遺慮的認真規劃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 歷史悠久 信眾眾多 香火鼎盛的慈雲寺 大家好 剛剛有看到 小愛爸爸過路口的樣子嗎 我的過路口的方式是不對的喔 不要學我的樣子 過路口的時候呢 我們不要滑手機 因為我們基隆現在推動 行人友善政策 摩托車 汽車 會禮讓行人 但是行人也有責任喔 行人的責任就是 盡快地通過路口 效率 安全 然後呢 要跟我們禮讓的車輛 要表示感謝 我們的友善行人 在基隆繼續推行有愛程式 也感謝我們的車輛 更感謝我們的行人 在通行的時候呢 快速 然後有效 又要謹慎 謝謝大家的配合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歡迎回到中家新聞現場 今天要帶您來品嘗 美味的素食料理 在飲食中沉澱身心靈 找到重新出發的能量 在網路社群 社會團體 頗受好評的極樂麵 濃郁的紅燒湯頭 Q彈有勁的麵條 總讓人驚艷到素食的美味 如果沒有人跟我特別提醒 我以為我到一家牛肉麵店 口感層次豐富 可有秘訣 奶粉下去醃製的 所以它是很養生很健康 然後又番茄下去包 我們這種日夜顛倒的生活 然後應酬的餐序非常多 吃這個其實身體有一種清新的感覺 還有這副有高鮮餡料的水餃與超售 沾上醬汁入口盡是滿足 其實一方面是推廣素食以外 二方面也是有點私心 私心就是其實這邊很好吃 我剛剛吃了這個水餃 其實我很愛吃水餃混沌 那這個吃水餃一顆加了一點醬 驚豔 那個口感完全吃不出來 它是素食的 我的意思是說 所以其實素食的推廣 在我們環保的概念上面也很重要 所以我們也希望 跟佛光山一起來努力 把環保救地球的概念來推廣給大家 小菜中頗受歡迎的花生豆腐 辣太極 蒟蒻素生魚片 都顛覆了昏食者對素食的想像 我第一次吃這個 涼粉 對 蠻好吃的 就很清淡 然後很可口 哇 焗烤的東西 不輸給台北的那些名店 很香濃 再加上它裡面的內餡 我吃到的飯 然後還有一些配料 剛好跟這些焗烤是可以搭配的 沒有違和感 很好吃 烈岸成立超過十年的 吉樂寺滴水坊 以各式蔬食料理暖人味蕾 不少吃遍全台滴水坊的民眾分享 吉樂寺名列冠軍寶座 請持星雲大師的理念 滴水之恩 永全以報 那希望每個人在用餐的時候 都能夠有感恩的思想 喜福的思想 那也希望環保救地球 大家的生活越來越幸福 平安快樂 吃素也響應環保愛地球理念 讓身心沉澱 我們也希望來積極推廣 讓我們的基隆市民 除了享用美食之外 也可以感受到滴水坊的 喜福感恩的概念 那給人信心給人歡喜 給人希望給人方便 就是星雲大師 從小我背在心裡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 包含我從政的宗旨 享用美食當下也贊助佛光大學 將智慧留給人間 秉持著滴水之恩 永全以報的心 滴水坊以美食回饋大眾 造福社會 記者蔡小君採訪報導 既往外木山有一間烤鴨店 老闆陳平良來自馬祖 年輕的時候 到北京學習三年的烤鴨技術 將馬祖的美食文化 與烤鴨吼滋味 分享給陶客 從烤爐取出琥珀色烤鴨 外皮油亮 香氣立刻飄散出來 師傅動作俐落 趕緊切片 讓陶客一薄口服 他烤鴨皮很脆 然後不油膩 然後肉質很軟 然後他加上他的小黃瓜 還有他搭配芹菜 還有白蘿蔔 非常的爽口 所以原來烤鴨可能會有一點點油膩 可是再加上這些搭配起來 就整個很爽口這樣 沾上白糖或者包含春捲 每一口都是幸福的滋味 烤鴨有七種吃法 CP值非常高 不會比那個大飯店差 真的是很好 烤鴨三吃不稀奇 鴨肉從鍋子裡油炸起鍋 撒上清香料 成了很難才吃得到的鹹酥鴨 每一口都是驚喜耶 因為像這個很難吃到那個鹽酥鴨 吃起來那麼沒有心燒味 然後那個醬鴨的鍋氣也很入有抵禦 所以那個烤鴨的部分呢 就是風味很好 香氣也夠 尤其也不油膩 那如果沾白糖吃的話 其實是另外一種口感 鴨肉本身會有一個鴨包味 所以說它的鴨子 如果你不是生鮮鴨的話 下去做會有一個臭臭味 所以說很多人不太敢做鹽酥鴨 還有一個鴨肉 很多我們台灣人吃的鴨 一般都是薑母鴨 酸菜鴨 它都是因為要靠那個東西來 壓那個味道 陳平良年輕時為了學習烤鴨技術 在北京一待就是三年 他的烤鴨做法是明火烤鴨 不管是在木灘挑選 或者烤鴨放入烤爐前 每個動作都很講究 我們鴨回來一定是溫體鴨 溫體鴨回來以後我要馬上處理 處理弄完了以後 我們要冷凍24小時 24小時完成以後 才可以拿出來解凍 才可以靜鴨 解凍的過程中還要再開始吹風 最少要六個小時的過程 然後再來 烤的過程中還要70分鐘左右 因為我們的鴨 目前都是以五斤為種 我們這種烤鴨 不是算燜爐烤鴨 我們是算明火烤鴨 所以我們要看它的火線 它的火線呢 就是說我們的鴨不能完全蓋死 一定要有一個火苗 我們要爛去上去烤 它這樣子壓的皮度 才不會完全乾掉 才會有汁 當我們吃鼻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入口即化的感覺 馬祖出身的它 把家鄉知名的激光餅料理 帶到基隆 激光餅先進過油炸 包入蚵仔蛋 口感更是一絕 這個激光餅呢也非常特別 它是用炸的 那非常的香脆 然後再加上這個蚵仔蛋 真的是非常好吃 烤鴨還沒吃完 餐桌上出現馬祖知名的美食佛手 而它的學名叫做龜竹 它這個要這樣子對嚼下去 跟我們啃瓜子一樣 拔開來裡面的肉 裡面所有的肉 包括黑的這部分都可以吃 只有殼跟皮要吃就好 而這一道乾鍋一爐 滿滿海鮮搭配蔬菜 裡面食材 辛香料 加起來就超過100種 我們台灣人比較喜歡吃海鮮 所以說我們會以海鮮為主 做乾鍋 裡面有蝦子 魷魚 蛤蟆 魚塊 很多種東西 大概有七八種的海鮮在裡面 然後這裡面還包含了菇類 還有瓜類的部分 它不能用 不能用蔬菜類 然後我們底下會有一個 黃豆芽 框粉 裡面的食材大概有四十多種 那我們的醬料食材也有四十多種 所以這一道菜裡面 包括炒的部分 大概有一百種東西在裡面 組合出來的一個乾鍋 將馬煮美食全都搬到本島 沒有華麗的招牌和裝潢 基隆無名烤鴨 繼續在外木山飄香 記者 黃紹明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謝謝大家 表達意見 讓市民可以快速 掌握基隆脈動 歡迎鎖定美洲山 晚上九點 基隆第四頻道 關心市政 奏回來 大家好 剛剛有看到 小愛爸爸過路口的樣子嗎 我的過路口的方式 是不對的喔 不要學我的樣子 過路口的時候呢 我們不要滑手機 因為我們基隆現在推動 行人友善政策 摩托車 汽車 會禮讓行人 但是行人也有責任喔 行人的責任就是 盡快地通過路口 效率 安全 然後呢 要跟我們禮讓的車輛 要表示感謝 我們的友善行人 在基隆繼續推行 友愛城市 也感謝我們的車輛 更感謝我們的行人 在通行的時候呢 大家快速 然後有效 又要謹慎 謝謝大家的配合